欢迎回来 现在保险交易事务基金会 一直很关心消费者的保险权益 我们今天谈的保险 你也发现有很多东西 是你真的需要再更深入去了解的 那你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三的下午 都可以打电话到 由这个基金会成立的 保险消费者服务中心 线上都会有义务的顾问可以帮助您 电话是02-8866-5238 另外您也可以上线到保险资讯网 去把你的问题写下来 那这个基金会已经三次得到 教育部份台北市政府颁发的 推展社会教育贡献有公团理奖 那您可以放心地 把你的问题交代给顾问们 好 那我们回来继续请教 好 老师您刚刚正要说 其实我们在设计上 可以更有弹性一点是吗 因为看起来 现在碰到两难 第一难就是 这个消费者当开始买的时候 他收入是不够的 好 那刚才业者也谈到 现在其实也不需要那么多年 可是随着时间不断推延 医疗科技不断进步 那需要的时间越来越长 那消费者慢慢到了后期的时候 他收入增加了 所以我们目前有一些显种 他是有所谓的保和增购权 他每隔三年五年 他可以增加他的一个什么 保费给付 然后他到额度可以增加 我觉得将来业者 可以慢慢朝向这个方面 让这个商品的一个 给付的范围 保障范围可以扩大 我们刚刚在讲 长甘产福是比较新的东西 虽然可能有十几年了 可是相较于我们的 50年的受险商品 当然还算是很年轻的 所以刚好教授提到问题 我想我们业者应该会思考 怎么样把过去的那一套 随着我们连理变化 收入变化 套进去商品变化的里面 的设计应该都可以 慢慢可以看得出来 可是我想请教蔡雪 就是目前我们看到 市面上的这个 残附也好或常开也好 在设计上可能有一些消费者 觉得比较不满意的是 有些商品会要求 被照顾人的家属 要定期带着被照顾人回去 确认说现在这个等级 或者说状况是不是还符合 当初申请的条件 这样的设计 目前在残附或者 常开上的运用的状况怎么样 有没有办法可以更简单一点 我简单这样讲 其实说在残附险的部分的话 其实这种残附的状态 大概是不可逆的 所以说其实一般来讲 第一次发生残附这种状态的话 大概就不用再去检查这种情况 那常开险就会比较特别一点 因为刚才提到是说 那种状态是需要人家照顾 那这种状态其实情况是可逆的 所以其实现在整个业界 在商品设计的话 会要求大概至少最快需要 最短需要半年 甚至到一年以上要回去 拿医生的诊断证明来符合说 是不是还符合这样给付的状态 那这个部分也是刚才考虑到的 就是说这个有可能是会恢复到健康的 不需要肠肝的状态 所以说这个两者有这样的区别 我想这一点可能如果只是家属去哪是OK 如果要把病人也带得去 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煎熬 我觉得 好那另外就是 因为我们已经把残附肠肝都带进来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帮观众朋友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那我如果两种都买了 所有的保险都是这样不考虑成本是什么都买 这是最好的 可是很现实的问题是我就是要付保费 所以如果我真的有幸两种我都买了 在万一发生一种状况是两者都符合的时候 我会两种保险都得到理赔吗 当然 所以刚才提到是说 我们整个给付的条件就是以认定的那种状态为基础 像我刚才举到一个例子 就是譬如说你一个运动意外伤害 造成中书神经瘫痪 那符合残障 那当然也符合残看的一几副的时候 当然两者都可以获得几副 那如果就寿险公司的经验来讲 同时符合这两种状态的条件的几率大不大 这个很难说大不大问题 那就是有可能发生的情形 只要再符合这个状态下办公司就是会几副理赔 那所以我们又回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如果说我们来规划一个残抚跟残康一起来 这样子两个都买了 是不是我发生残康风险的问题 全部都会被解决 都会被照顾到 可以吗 好教授 我觉得 还是不行 因为其实它已经把它的范围开始扩增 但是并没有完全的扩增 因为我刚刚特别提到就是 我们还有一些属于生活型的 事实上并没有完全放在这个地方了 那为什么没有放 因为保障公司会担心放了以后 第一个认定的问题 第二个成本的问题 那这个认定的问题又回归到 其实政府并没有做一个完全的一个 一个就从所谓的生活一直到医疗 这个一个等级的一个认定 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光谱 一个很大的光谱 那事实上有的人是因为老年老人家 身体上有一点点不是很方便 就需要照顾 那这个状况下需不需要给付 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东西 要慢慢慢慢的处理的 但是我也很高兴保障公司 已经迈进一步了 因为它已经多解决了一个问题了 总是让人家可以 那我们这样把问题切小一点好了 如果我只买了禅服 我有没有漏掉什么常宽的风险 或者倒过来我买的常宽没有禅服 我会漏掉什么风险 那只能问你一件事情就是说 如果你活动量比较大 可能禅服对你来讲是意义比较大的 可是如果你慢慢步入老化 然后那个医疗所产生出来常宽的风险比较大 那你买常宽会比较好 我觉得很难去找到百分之百的那一件事情 蔡杰林 我同意 其实当然从完整的保障来讲 其实是对客户有一个万全的防护 但是回过头来就是说 这个买保险要保费 那当然还是以自己的需求和预算 做一个整体的考量 那这个会是一个比较有效率的做法 那我想请教张小姐 就是我们先不管保费 不管买不买得起 如果以你来看 一个家庭它真的发生这种状况的时候 一个月到底要准备多少钱才够 一个月要准备多少钱 就把你刚刚那些多加钱 如果我自己 如果是家人自己照顾的话 少说也都是三四万 这是一定要的 可是三四万有含那些费用吗 不含喔 如果要含进去 其实也是五万 大概是在这个五六万左右的费用 因为你要有人 生活开销 耗台开销 医疗开销 交通 补具 很多很多都会在这个范围里面 所以自己照顾就是五万 那如果说你要送到安养护机构 或者是在这个其他外籍看务工进来照顾的话 那可能费用又会有另外的加成 那每一个家庭 或者是每一个被照顾的失能者的状况 不一样的话 这个费用其实也会不同的 但是我觉得 当然像老师刚刚说的 我们肯定就是保险公司 他们现在在做的事情 那他们的确也是帮社会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 那就像家庭 接着 我现在的壳子 在东西 你经验 整个人 请不练 感谢观看